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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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所有有胆量 有勇气 有梦想的朋友前来挑战 没错 黄金舞台就是您实现梦想的舞台 赶紧邀请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 搶先一百秒 有人说用最美的年华做让自己最无悔的事情 也许很难 也许很难 但是一定很苦 我做了二十年 并且会一直坚持下去 我叫孙快快 一个带着马头琴一起看世界的姑娘 我叫孙快快 一个带着马头琴一起看世界的姑娘 特殊的特殊的电马头琴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电的 怎么样 喜欢吗 来 请投票 93分 93分 获得了额外的五分 快快 学马头琴学了多久 我学了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家里有人是从事音乐表演的吗 有的 我爸爸是电子琴 然后老叔是架子鼓 然后我的大爷也是歌手 原来是音乐世家 对 但是这个二十年 马头琴一直都是拉着这个电的吗 不是 这个是新研发出来的 怪不得以前没见过 对 那这个区别是什么 它这个琴 区别得用电 对 得充电 对 我感觉会不会比那个传统的马头琴要轻一点 会比那个重一点 比那个重 对 但是它可以通过效果器去调它的音色 那它除了有马头琴的音色还可以 可以做到 大提琴有没有 大提琴 小提琴 其实说实话 这个蒙古族的音乐真的是太深入人心了 蒙古族最具代表性的其实就是马头琴 对 这门古老的乐器 就是它那个声音一响起来的时候 就是那种辽阔的那种空间感 然后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忧郁和伤感 对 马上就会营造出来那样的氛围 对 所以你这么多年 二十年的时间和马头琴 你对它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觉得马头琴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了 因为我跟它时间太长了 二十年了 它比我爸爸妈陪伴的时间都长 然后在我开心的时候有它陪着 然后在我最难过的时候也会拿起琴来 然后觉得有一个这样不会说话 但是又能发出这么好听声音的一个乐器来陪着我 我就觉得很神奇 因为从你今天想先一百秒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我就能够理解就是 其实马头琴作为咱们蒙古族的音乐三宝 他其实已经在与时俱进了 他在不同时期的音乐的表演者 对 互与他不同的生命 对 现在更加的流行 年轻 对 年轻化 所以你看和周杰伦的音乐结合起来 就是毫无违和感 对 对 对 所以这也是你其实今天想证明给大家看的 对 民族音乐可以就是和任何音乐来相融合 它不是固定的 比如说现场我假如随便叫一个观众上来和你互动 可以啊 我们现场有个街舞的达人 这个马头琴可以配合街舞的音乐吗 可以啊 可以 没问题 来 看到马头琴又想家了 你是哪里人 因为我也是内蒙古同僚的 你看和乞小姐姐的这个马头琴怎么配合一下 初音乐吧 好棒 一切结束得太突然了 他本来想发大招贝了 一下停这儿了 跳得吓死我了 你越跳离这个琴越聚集 怕把人琴碰坏了让咱们陪 太想家了 然后想和蒙古组的文化更近一些 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选手挑战之前 这老乡给的一份鼓励 好吗 谢谢湖河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也轮到快快挑战我们的黄金大舞台了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来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黄金100秒央视频号 点击央友圈 在这里可以报名发帖参与实施互动 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 还在等什么 赶紧扫码加入吧 黄金100秒到即时开始 在广州内的所有信定 参加兴奋 大军 为时开始 押现在会成功 更生的 隔锁 大军 嘴 从不尽力 一被 发小, 小零 干个 关注 成功 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妹妹开头有一点紧张了 看了一场很精彩的演出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年轻音乐人总会在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幸运的作品 传承民族文化坚守了这么多年 属实不易啊 加油 好 苦劳的艺术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 所以今天我们的黄金舞台上 我们的挑战者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 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黄金打幕 请升起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来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三二一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好 祝贺孙快快同学 在黄金一百秒的挑战过程当中 加上额外的加分 总共获得了九十六分 挑战成功了 恭喜你 继续加油 谢谢 再见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一百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签一百秒 抬起来 初夏的来临 也映出了巧皮的气息 在百倍其放的季节里 你轻盈剔透的带着两衣 你在天南星 高颜亮节好活力 哦哦哦 好活力 来吧 轻轻柔柔的想念 在淡脸的季节 还记得互盘测与你相遇 哦哦 甜甜蜜蜜的暧昧 在热恋的季节 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需要我们上吗 其实也可以用 也可以不上的吧 对对对 来 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 各位观众好 两位主持人好 我呢 我叫罗金伦 我们来自北京 职业是一名音乐主播 因为人家是有200万粉丝的音乐主播 我觉得没有主持人上 他自己应该也可以聊得很好 对 那这个场合现在就交给我了 好 简单说两句 有点干 你聊不下去了 我们就上 现在就聊不下去了 好 快快快快 旧场 这是旧场 欢迎罗金伦 欢迎范哥 欢迎娜姐 唱的 欢迎 欢迎 唱得真好 开场的抢先100秒的亮相 声音也非常的稳 对 唱得也好 互动性也很强 而且很活跃 现场的朋友喜不喜欢 来 3 2 1 请投票 87分 有点小遗憾 做网络的音乐主播 每天都会唱吗 对对对 每天要唱几个小时 基本上 哎呀 得得四五个小时 该说不说 雷打不动四五个小时 也很厉害 相当于每天一场演唱会 对吧 大概要唱多少首歌呢 这个那就数不胜数了 就比如说说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比如说《孤勇者》这首歌 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火 我这一场直播下来 唱了32遍 你就想吧 这一首歌唱32遍 得唱多少首 但是直播间的一直待着没有出去的人 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唱那么多遍 有点烦呢 会有点烦 所以说中间还会让你去换一些什么唱法 让你不好好唱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的都有可能 给我出难题这个样子 就是 你在直播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场关可以达到多少 有 单场的话就是实时在线人数的话 一千多人吧 一千多人 对对对 你有调查过吗 这一千多人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 其实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 然后有这个大叔类型的 小姐姐听你唱歌的比较少是吧 也不是 你不能这么说 就是小姐姐的话 这个那多多益上了是属于 但是这咱也不能强求 有自己总结过吗 为什么大叔都喜欢听你唱歌呢 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他们多喜欢听 主要是他过来跟我合唱 所以你经常唱就是大叔爱唱的歌 对 会唱一些 比如说一般的大叔都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刘德华呀 张学友啊 你管谁叫大叔呢 没 没 这哪有 说的不就是我吗 你这不是 你这颜值 看着不像 还有呢 然后就是才艺沟通类型的 上来就给我放一顿狠话的那种 要不然今天现场 咱们就找找那种感觉 因为咱们现场不能上网嘛 但咱们就现场模拟那种 现场实时互动 PK的感觉 咱们现场也是藏龙我活 他们已经跃跃欲试了 我看 是 天哪 你先来定一下规则好不好 咱们怎么玩 咱们怎么玩 我觉得可以这个 我给你们伴奏 我来唱一句 然后大家这个 你给我们伴奏 你为什么还要唱 我就是 你给我们唱不可以吗 这可以 想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主播好 脾气好 脾气特别好 对 咱们现场请三位 我明白 还放不开你的爱 还明白你的隐碍 分不开 想你总是闪失还是分开 而现在 蛮厉害的 又旺词了 旺词大王 对 那又到我了吗 姐啊 像你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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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弹你的她唱她 你弹你的她唱她 好不相干 我们 轻轻的草原花盛开 蓝天有我的梦想 今天我奔上了黄金大舞台 看着评委老师们给我的爱 看看杨范老师真真帅 看着你老老师真美丽 亲爱的评委你们辛苦了 让我对你说一声给敬礼 好 你看看人家 同样记不住歌词 但人家大姐这现场急起天 人家歌就不掉地上 对不对 这个 我看她的这个气质 就特别符合那种 那种 来听一下啊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他真的脾气好好 刚才说好了给他一个特权 按照他的规则玩 结果上来以后 按照别人的规则玩 然后他一脸无辜 我就是没有感情的弹琴机器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三位 敬伦 这次为什么来参加 我们的黄金100秒呢 主要其实就是喜欢唱歌 然后心里面所想的是 可能就是 这也是圆了我的一个小梦想吧 这个很大的一个舞台 我能够大概理解敬伦的意思 因为这一次来参加 黄金100秒 他还蛮珍惜这次的机会 所以首次亮相 还是希望能够 把最有实力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好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来 黄金100秒 倒计时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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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 我只恨我自己 逃不出这监狱 或许我 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 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 不该一起做梦 你不是个英雄 你不是个英雄 夜子用坠落之命换迹 可我转换成尘没有办法系 COME ON 还是你会要放弃 天使亮的却不满无语 所有超级被神光盼了死心 我看你不过是傭兵 我只想哭 只想哭 只想哭 我只想哭 只想哭 只想哭 谢谢 谢谢罗靖伦的 黄金一百秒表演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 二十位黄金观众投票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太好听了吧 舞台很燃 加油 歌的把控力很好 支持你的原创 声音很好 而且很活跃 可爱的小胖 看出来了 大家还是特别喜欢他的 所以罗靖伦 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 接下来看结果 黄金大幕 请升起 我们一起看结果 按下黄金宝箱 三二一 宝箱开启 这是一个无限领夹脉 这对于我们这个搞自媒体的朋友来讲 这是非常实用的一样道具 所以你会觉得在这样的舞台上唱歌 跟在家里面唱歌有区别吗 对 其实感觉区别挺大的 就是会感觉因为有一点点紧张 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唱歌嘛 他这个哪怕说在线的观众人数比较多 就你也看不见他们 其实心里面就感觉没有那么大压力 这现场这么多位评审 然后这个眼睛都盯着呢 就会感觉感觉不太一样 对 但是你在我心中已经是挑战成功了 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这个人 你真的很真诚 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人一直保持初心 真诚交朋友 认真做喜欢自己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希望能够总结一下好不好 好 然后黄金舞台随时欢迎你再来挑战 好吗 好 世金子总会发过 好的 谢谢 加油 再见 请再见 这边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签100秒 夕阳与辉煌 旧小菜有几蝶 夕阳日灰日 你的羞怯似碎 不奔一些 而我想不退 你同留意味 一行朱砂到底全流水 无关风雨 我提取的你会 旋笔一句 漫边浪前帝 情字和解 怎落笔都不对 而我独去 而我独去 你一生的了解 掌声欢迎索明芳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黄金100秒 谢谢 谢谢老师 看得出来 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很喜欢 明芳的表演 谢谢 来 请先投票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 97分 谢谢大家 获得了额外的5分加分 谢谢 谢谢 确实厉害 这首歌改编自朱杰伦 朱杰伦的蓝亭旭 蓝亭旭 改成了金歌 金歌 突然觉得好像这歌就应该这么唱 真的吗 谢谢大家 当然人家是专业的 北京京剧院的演员 对 花旦演员 花旦演员 大家可能看到我这身装扮 您看到一眼就看出我们国翠 这个绣花非常的美丽 那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我穿的这双小鞋子 还是高跟鞋 对 等等 来 没有跟 没有跟的 这叫翘跟鞋是吧 敲鞋 敲 敲鞋 叫敲鞋 对 就是我们戏曲当中的绝活的一类 这个也有个名字啊 它叫东方芭蕾 东方芭蕾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 所以我们是立着呆 点着脚 对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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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穿着很累吧 有些累 不过 我可以穿它 给大家跳一段《本草纲目》 还能跳《本草纲目》 这可不得了了 要不要跟我一起体验一下 好啊 当然想看一下 不行 我这站都站不稳 注意啊 这是我们的演员 穿着敲跟鞋在跳《本草纲目》 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 疼不疼 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以后练的时间太长了 不疼是吧 那我们再来一遍 来 来 换双鞋好不好 对 对 好 把你那舒服的拖鞋穿上来 谢谢 谢谢 这样舒服多了 对的 这样就舒服多了 那么大家可以来近距离地观看一下 我们其他的一些道具 这个是一个手卷 这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古代的女子 每个人都要必备一条 但是干嘛呢 主要是用来挡住嘴巴 是为了美化 我们古代女子都笑不露齿 这是在京剧的表演过程当中 会有运营到的 是的 这个道具借助起来 其实表达的是 古代女子的那种娇羞 对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功效呢 比如说我喜欢某人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看他 我就可以用他挡住 悄悄地看 妮娜 妮娜 来 你学一下 学一下这个动作 好漂亮哦 接下来的是一把扇子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也经常夏天要用到扇子 但是我们古代的女子呢 扇扇子的时候 不能像现在这样 男子也一样 叫什么文扇胸 这个人是个文人 他就扇胸腹 武扇肚 我是个武将 我叫扇肚子 扇肚子 来 试一试吧 我觉得您一定是个文人 德华老师 你应该扇这儿 那女孩子用的时候 也一样吗 女生要细取一点 我们细取当中怎么扇呢 我们要这样扇 然后如果有一点夸张的 就变成了这样 试一试吧 试一试吧 对 好厉害哦 加速 可以哦 好 不错 不错 好 请接下来这个 这个我太了解了 马鞭 对对对 马鞭 请接鞭 好 很棒 很棒 这个马鞭在戏曲当中啊 就是我们以前 没有现在开的汽车 大多数的交通工具都是骑马 而且在戏曲舞台上呢 是可以跨时空的 那么可能我拿着这个马鞭 转了一圈 就表示我已经 从北京到天津了 哦 非常的快 那么如果我要翻山越岭 可能我一个翻身就表达了 嗯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小段 好好好 咱们先从北京到广州啊 好 谢谢 这是表示翻山越岭 翻山越岭了 我刚才就是搞笑一下 其实这个我有认真地学过 而且有视频为证 我当时演的是《昭君初散》 老师您给蒋姐讲解 这一段有多难 这个是上派的名剧 表示我们古代啊 这个昭君美女啊 在远嫁的时候 走这么一路 一边哭一边走 那么骑的是一匹猎马 猎马呢 他不肯离京 就是走一走 他就掉头回去 于是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舞蹈动作 而且尚先生是五生出身 他的动作设计得都非常地高难 是的 特别特别难的 非常地难 我就用一个星期学下来了 谢谢明方 所以你看 如果不是专业的这个 戏曲的票友的话 以前看的可能都是热闹 所以听了我们专业的 你看京剧院的演员 给我们在讲的时候 发现这里面 其实每一样 或者说每一处都是门道 对呀 今天长知识了 谢谢你 谢谢 来 那我们先撤一下道具 我觉得啊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 你看我们是把这门 古老的国粹艺术再传承 当然作为年轻的演员来讲 现在还要发扬 要有突破 所以据我了解 明方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尝试 是的 我是一名80后 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年长 但是我的一龄已经有30年了 就是要从小 我们就要打基础 就要学习 那么我们的老师啊 非常的好 就是无条件 无私地让我们来传承 这样的文化 可是我觉得 从我长大后 接触了舞台之后 我觉得年轻观众越来越少 我觉得可以用我的方式 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走进剧场 比如说 那比如说 我拍了一些短视频 希望从一些小细节中 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来了解京剧 比如说 我刚才跳的《本草纲目》 我明白了 就是把咱们的国粹艺术 和当下我们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很多热点融合起来 是的 是的 是吧 短视频是一种 还有吗 在12年的时候 我们北京京剧院 推出了自己的品牌 叫小剧场京剧 第一次感受沉浸式舞台 那么京剧沉浸式之后呢 给了观众一个非常强烈的体验感 然后就一下子从这种形式 就喜欢上了京剧 而且我们当中把唱面 就是压缩了 像京剧当中可能大家觉得 一句话很长很长唱不完 但是我们用比较简短的 比如流水的版式 把它压缩之后呢 剧情也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明快 于是就引起了当时 非常大的反响 所以到小剧场里面去 让年轻人接触到我们的国粹艺术 是的 打开一扇门 希望大家能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从一个小小的切入点去尝试 了解我们的国粹艺术 既然年轻人在传播 在发扬我们的国粹艺术 需要不同的平台 那我觉得我们黄金大舞台 也是一次很好的契机 是的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赢到即时 开始 清早起来 清早起来 什么酒自照 书一个有多什么花香 脸上擦底是什么花粉 烤点的胭脂 是什么花糊 盛撒的桃灰粉 烤点的胭脂杏花骨 什么灰戒 什么灰狼 什么灰的杖子 什么灰的床 什么灰的枕头长伤黄 什么灰的褥子铺满虫 什么灰的褥子铺满虫 红花姐 夜灰狼 看着眉的杖子向年灰的床 让年灰的枕头长上放 默许灰的路测 呼马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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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太漂亮了 那个装扮上以后真的太美了 接下来有请咱们现场的朋友 投票 投票结束 来看一下弹幕 我爱人和这位老师很神似 表演生动形象 我喜欢看京剧 真的很好看 专业范儿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可以传承国粹 谢谢 谢谢咱们现场的朋友 给我们的留言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黄金弹幕 请升 请 来吧 老师 我们看一看你的结果 来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三 二 一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谢谢 跳数很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真的非常荣幸 真的 我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我的讲解 更多的朋友们 喜欢奖《星级遇数》 继续加油 是金子总会发光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谢谢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黄金一百秒 我们的挑战继续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签一百秒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陈建邦 目前是一名声音老师 这是我平时上课的时候 和孩子们的互动 带他们进入到更好的音乐空间里 同时我也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这是我在2017年 主演的原创音乐剧《国之歌》 希望这次在黄金一百秒的舞台上 能更好地展示自己 取得好的平静 她轻轻唱起来 宛如天来 让我的梦似翅膀心似海 心似海 深入尘埃 梦伸来 她却已走开 陈正邦 欢迎来到《黄金一百秒》 您好 陈正邦刚才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抢线一百秒的表演 大家喜不喜欢 来 3 2 1 请投票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86分 我觉得郑邦其实他出来 还是挺稳的 这抢线100秒 我觉得还蛮镇定的 应该看得出 有一定的表演的经验 对 刚出来的时候 还是有点小紧张的 因为已经时隔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上舞台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让上台的呢 不是不让上台的 就是自己一直在那个 之前在大学的期间里面 是那个就是演音乐剧嘛 然后那时候那段时间 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的 因为自己喜欢 学的就是音乐剧专业吗 学的是流行演唱 对 但是自己喜欢音乐剧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大学毕业了之后 然后完成之后 也是偶尔去从事这个 音乐剧的去演出 然后现在呢 就是也当了老师 然后去教学生 刚才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 你教学生是教的 你教唱歌还是音乐剧 教唱歌 教孩子们乐理知识 然后教他们去表演 是这样的 那会不会教着这个唱歌的时候 突然会跳到 跳转到一个音乐剧的那种状态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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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对 因为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告诉他们 就是咱们在表演的时候 一定要大一些 这样的话 在镜头上面 咱们看的时候会更清晰 音乐剧的表演和 在舞台上唱歌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音乐剧 它是比较夸张一些 然后包括说话的时候 比如说杨凡老师 我向您打个招呼 平常的话 在生活中 我可能说 杨凡老师 您好 对吧 如果说在音乐剧里面 它肯定就是这样子 杨凡老师 您好 就是比较所谓的自证腔圆 哦 对对对 指的不是动作 会有动作 会有动作 而是发音会自证腔圆一点 对 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你再来一下 我觉得可以做夸张一点 再夸张一些 好 就比如说咱们在唱这个 流行演唱的过程中 咱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如果说用流行演唱去唱的话 你问 我爱 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那么音乐剧就不一样了 音乐剧的话 要稍微夸张一些 你问 我爱 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 我的爱 你的爱 月亮代表我的心 因为我是音乐剧专业的 所以我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下 就是关于音乐剧演唱和流行演唱之间具体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它的区别就是音乐剧的演唱它需要塑造角色 它更多的演唱是为了表达它自己的人物 让人物更丰满 它应该是发自于内心的 是可以说放大这个词 但是不能说夸张这个词 谢谢 我觉得我们这位小姑娘讲得特别好 所以就可能 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讲 看到音乐剧演员 她们在台上的举手投足 她们的唱腔 你感觉那一刻她们在夸张 其实那一刻她们其实是真实的 表现出了人物的心情 状态 那个时候她是吻合的 对对对 现在在做声乐的培训工作 对对对 自己也做这个原创音乐 像在16年的时候 发了一个《去海边》 我当时发完那首歌之后 我看了一下那个点评好多 然后好多人 一次感受到 对对对 关注你的音乐 对对 那所以你从小就想要当歌手 对对 从小是想着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能让自己的作品 然后让大家都能听得到 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最喜欢的歌手刘德华 刘德华 刘德华 我们现场也有黄金刘德华 你怎么说我说是你 他说的是他自己 来来来 咱黄金刘德华来个小模仿 他说的是他 他说的是他 下一句什么了 他说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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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灌 他说的是他 在城市里奔向 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 回开 回开 哎呀 望著胸口拍一拍 勇敢站起來 不用深情好壞 哎呀 望著肩寬開 拜拜 別笑不開 老天還有安排 謝謝 真不錯 還唱出了一點張宇的感覺 但是說實話 每個人都會有 最喜歡的歌手 我覺得也是 會指引我們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對 所以你也知道 現在你也在從事這個 音樂的工作 你要也懂 現在做一個好的歌手 真的還不容易 對 對 對 挺難的 對 因為咱們大家都會有夢想 我覺得就是 如果說有夢想的話 一定去追求 一定去實現它 就是夢想一定會成真的 很多人都選擇來到我們 黃金一百秒來圓自己的音樂夢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百秒的時間 但是在前面的那個舞台上 演唱的感覺和這裡完全不一樣 會有一種夢想成真的 那種感受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來 面前的黃金通道即將開啟 請登上黃金舞台 黃金一百秒 大股計時 開始 謝謝 昨夜小樓有東風 春心翻秋衣上心頭 恰似故人原來在相仇 今夜月夕夜懵懂 碟聲嘆 嘎吵你難忘星紅 恰似揮手终究一場夢 輕輕嘆翻越 我輕輕嘗你籌 衝進錢花中 旧然懵懂 轻轻叹爱乐 我轻轻尝离愁 人生何须终 就换来一场风 昨夜小楼有东风 竹炼反驳 琐事已休 恰似故人 原来在相仇 今生月喜夜梦过 低声叹你难忘星空 恰似挥手终究一场梦 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投票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深情的演绎 我也是原创音乐人支持你 音色很好 声音很清澈 这首歌非常适合弹唱呢 喜欢鼓风的柔美 加油 很有自己的特色 可以再放开一点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陈振邦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 黄金大幕请升级 升级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我们看一看这是 你看我们送了一个笔架给你 这上面有几个字 逃离满天下 谢谢大家 代表你的学生送给你 我觉得当一个好的歌手 本身就很难 当一个好的老师更难 对 那就继续加油吧 好不好 做孩子们心中的榜样和英雄 是金子总会发光 谢谢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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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现场的二十位黄金观众 你们辛苦了 在你们的支持和见证下 我们今天见证了四组 一百秒的挑战 有成功有失败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一百秒 都是他们努力拼搏的样子 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没错 而且电视机前的您 看到这么绚丽的舞台 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如果心动了 下一次就要行动了 我们在这个舞台等着您 好了 节目的最后 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 用最棒的才艺征服观众 用最强的信念挑战自己 黄金舞台 碰出精彩 是金子总会发光 你先仔细看 你用心看 你别猜 公主的心思你别猜 公主再给她演一遍 让她猜猜当时大概什么情节 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亮 是金子总会发光 有梦想 你看多明显嘛 公主打车嘛 哈哈哈哈 大姐你在中间真的有点紧张啊 不知道怎么唱了 我紧张 我就不紧张 我紧张 你到我身边 你还没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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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弹是家伙吗 一个和弦 就听出是这个迟到这首歌了 那你听出这首歌了 你损过 吧 你 我 给我 人